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原来你别告诉我你是他的说客 是为了让我放弃这个项目的 你想多了 孙国民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现在一定是很有信心 按照他的思路在发展后市沟村 我也很有信心 我非常有信心 建成我的现代化大农庄 张子昊 你为什么非要执着地 在后市沟村搞项目呢 我必须要搞 而且我非搞成不可 为什么呀 因为我跟我爷爷有个约定 我要争这口气 当然了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要把后市沟村这个项目 作为求爱的礼物献给你 我要让你看到 我是一个有目标 有追求 执着成熟的男人 光明 原来 什么事 没事 就过来给你打个招呼 我刚才说的你肯定都听见了吧 我建议你啊 最好还是换个礼物 因为后市沟村的未来 不可能如你的规划 不可能如你的愿 别耽误你的人生大事 不可能耽误 放心吧 后市沟村现代化大农庄建成的那一天 就是我当着所有人的面 像越南地球外的那一天 晚上到饭点了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让他做小龙虾 没有小龙虾 也没请你吃 等着啊 你去吧 我真去了 你去吧 我没他那么小心眼 真的 来了 我先吃了 不好意思 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特别好呀 一如地网 我来我来 我自己来吧 我来 够了 你吃啊 好吃 那个 你现在跟张子浩 算是确定关系了吧 做常识性的交往 他不是一直在追我吗 我现在也没有像原来那样 反感他追我了 而且我们两个人之间呢 之间不会 有什么想说的就说什么 反正也不会生气 你是不是 觉得我以前一直在说 张子浩这个人不靠谱 我们两个人之间不可能 但是现在呢 又在做常识性的交往 你有点 惊讶呀 没有 挺挺好的 是 其实张子浩 做事挺认真的 有目标 有目标 有想法 也有达成目标的这个任性 如果说他真是拿这种态度 来追你的话 说不定你们俩有一天 有可能走一块去 你跟张子浩之间的关系怎么样现在 很敌对吗 敌对他谈不上 就是 两个想法不同嘛 君子浩不同 道不同不相为我 不过你也别总是说我啊 你也别拖着了 赶紧找个女朋友 我 我现在没这需求 爷爷您怎么来了 真是话说的 许你来不许我来 许您来 但是您得跟我说一声 你竟然这么些日子 我想你了就过来看看你 我问怎么样啊 挺好的 你看挺好 子浩 你们在这个环境里习惯吗 习惯啊 对 习惯 爷爷 我跟您说啊 我真的不是您心目当中 那个温室里的画孤独 真的不是 好 对了 张子 我那天在山上 那事你跟我爷爷说了吗 那个还 还没跟董事长说 这事你得说呀 是是是 听听听听 董事长那我给你汇报一下 那一天啊 我们张总可是太厉害了 他是带着徐薇一去深山考察 就在他们返回的途中 咔嚓一声 蜜语蜜不见山雷鸣 黄道大的雨点 轻盘而下 突然是 徐薇一一不小心 滑到了山道边的悬崖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刻 我们张总奋不顾身 一下飞扑了过去 一把抓住了徐薇一的手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他拉了回来 饶住了徐薇一的生命 好了 山洞确实是我找找的 真的 您看看 那个什么 我给您拿个水喝 来 您喝个水 喝喝喝 很惊险 是是是 非常中心 很惊险 也很冒险哪 这样冒险的事啊 以后能避免还是避免 您这话里有话呀 您是想提醒我什么吗 我听说了 你要追加成本的事 尽管你这个 要搞现代农业的规划项目 不错 但是现在看了 成本有点冒险哪 还是要注意控制风险 爷爷 当初咱们可是说好了 我在农村搞这个项目 您是不插手的 对不对 我没有插手啊 那你 我不过就是提点建议嘛 那行 还有呢 还有更重要的 你一定要成片成片地收购土地 如果不能够成片成片呢 而是一嘎的一块呢 你这样签下的土地啊 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那你前期投入 就得被打水票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必须要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村民 同意签的基础上 我在 集中签你 对对吧 这就对了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规避风险 懂吗 懂 你住哪儿啊 待会儿参观参观 赶紧从这里间 把消息给我公布出去 明白 有事儿啊 没事儿啊 我就看你一个人这么坐着 需要有个人坐在你的对面 这样你才不会那么孤独 谢谢 我不孤独 林导 自从月兰来看了张子昊以后 你一直闷闷不乐的 我没有闷闷不乐啊 你有 你是不是看月兰和张子昊走得越来越近 你心里有点失落啊 你要是心里还有月兰啊 那你就把它追回来呗 你别闲吃萝卜蛋操心行吗 你应该好好操心操心你自己的事 我有什么可操心的 你之前跟我说干到这个月底就不干了 那现在呢 这都已经月底了 那又咋了 你后边新的工作找到了吗 你住宿找好没有啊 你还有多少积蓄 你还能应付多久的生活 你操那么多心干吗 我没有操心 是应该你来操这个心 我不管 到时候再说吧 反正我也经历了最坏的时光 车到山前必有 快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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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好挺好 多少年没回来了 你娘啊老念的你 我这次回来呢 就是想把这个租地协议给她签了 然后带着我娘去城里住去 我先不跟您说了 有机会我再回来看您 好 我走了 好 珠奶 是 你好你好 好好好好 好 好几个朋友 你看这 太珠奶 你们我先走了 好好好 太珠奶 哎 关羽 又为您还记得我呀 咋不记得你呢 当初咱们后石沟村哪 最淘气的俩小子 一个是俺家喜子 再一个就是你了 你爹娘走得早啊 幸亏你的姐 别提我姐了 她现在跟我不亲了 咋就不亲了啦 咱村不征地补偿吗 好 每家最少 几十万上百万啊 这天大的好事 我姐居然没跟我说 还是那个李主任给我打电话 我这才十万火急 从深圳跑过来了 我得拿属于我的那份钱啊 你好像刚才说的话 有点多心了 桂花现在开着服装作坊不说 还把福棍收了 人家有钱人强强联合 有钱人终成眷属 过的日子好着呢 她没多想占你什么 其实我也没多心 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钱 就够了嘛 是不是 那行 那咱也不聊了 我赶紧去把协议签了 拿到钱 好去买我的豪车 太子奶 回头见啊 爸叔再见啊 咱先好 先好 李主任来的 大家好 好 李主任 好好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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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宇 好好好 坐坐坐坐 好 多坐啊 别客气 有日子没见了 都挺好的 挺好的 开会之前呢 我想先问一下 在座的各位 是不是都支持咱们这个 大农庄计划 同意租地的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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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健哥 咱什么时候签约拿钱呢 把他急呢 就是啊就是 是啊李主任 大家伙都不想在这耗着 是啊 我很理解你们这个 召集签约的心情啊 我也知道 你们都很忙 其实我心里也想 赶紧把这个约签来 你们好好拿这个钱 赶紧走我回去 但是吧 咱们这个签约呢 是有规定的 必须要有 占全村百分之七十的村民 同意以后 才能集中签这个约 为什么呀 我解释一下啊 咱们这个大农庄呢 是按照咱们村的土地 整体规划的 如果说前期稀稀拉拉的 签了那么几块地 那后边万一哪天 签不动吧 那前边打的钱 可都打水漂了呀 人张总可不傻 所以也定了这么一个规定 健哥 你说 咱村人这是磨叽啥呢 这么好的机会 那赶快签了呗 说实话吧 其实咱们村的村民呐 是同意签的 但是现在呢 有一点小小的阻力 主任 你说说究竟是啥阻力 贵鱼贵鱼 别激动啊 不许呼来 再不能让人挡了咱财务 对不对 对呀 不咱俩财务啊 人得跟他们都 好好好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 来来来 那我就简单地说一下 但我声明啊 哪个人 不准做违法乱计的事 其实呢 这个阻力呢 很简单 就是咱们村 敌书记 孙光明 你不要啊 我来 这东西什么人 刚坐着不点菜 四个酒 四个酒 又来了 我可以啊 我就炸了 那你怎么弄那么多炸 我告诉你们啊 我是食材花园的经理徐薇一 我警告你们 现在立刻马上离开这儿 这不是咱村以前堆陈武的烂芝麻的地方吗 对呀 啥时候变成这什么食材花园的 没听说过 追潮流呗 人家小清新 我警告你们 给我立刻离开这儿 不然我报警了 知道吗 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 我打电话找桂瓜嫂 让她收拾你 打吧 赶紧给她打 给她打完以后 给那个孙光明书记 给她还打一个 不凶 就说我们这帮 在外面打工的游子啊 思念家乡了 回来呢也没个地儿聚聚 就只好借用以前的股仓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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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等着 别等着 破素杂了啊 小兔崽子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那 你干什么去 一屈一屁 我来 跟我走 你看她们 我去跟那混账东西说去啊 还有 还有 你还行 赶紧的 把大家伙都给我领出去 照着现在是民宿要营业 姐 我记得小时候 你经常带我到这儿来 捡村里的烂孔子 那时候全村啊 就说咱家最穷 你给我扯这些干啥 你说你回村你不找我 你住别人家 这要不是徐老师告诉我 我都不让你回来 我回去了 老房子都烧没了 我也找不着你 我这还琢磨呢 你这是改嫁了 还是跑路了 我还以为是谁呢 我姐夫 来得正好 给两千块钱 我塞塞窟窟窟 不是不是 我我我我我 凭什么给你两千块钱啊 你跟我姐都住一块了 我还以为你成我姐夫呢 你说吧 准备多少餐历钱 这个 我跟你说吧 少于五十万 门都没有 贵宇你别给我多拉西扯的 你赶紧给我把大家领走了 要不然我把开桌 你先了你信不信 我来先呗 反正这也不是咱家的 先先先先 孙主席来了 你来看看吧 这个 这个 首先欢迎大家回来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是咱们后市沟村的 现任第一书记 我叫孙光明 你就是传说中的孙书记 终于见到真人了啊 孙书记 我们呢 都是为了签租地协议回来的 这协议签不了 那在村里的日子多难啊 哦 我们只能借这个贵宝地 在这休闲休闲 打破打破所的时间 对 对 这什么时候协议签好了 我们立马 离开贵宝地 你就是故意找茬 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啊 报什么警啊 瞎说什么呢 你去去去去 先去 先去给大伙倒点茬 还给他们倒茬 快去啊 把那海星茶 海星茶泡上 给大家把茶端上去 快去 到你了 快去 虽然咱们第一次见面啊 我知道咱们各位啊 都是常年在外边打工 都不容易 平常呢也难得回来一次 既然大家回来啊 喜欢待在这个现在的股仓 我很欣慰 这说明啊 大家对我改造的主餐 什么态度啊 各位都尝尝这个茶 这个茶啊 是咱们后石沟村 合并了海青村之后 咱们重新组织的手工制茶 您尝尝 大家都尝尝这个口感怎么样 好不好 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这个这个 你看 对 马上到饭点了 大家先喝着茶玩会儿 我给大家亲自下厨 做顿饭 大家等会儿 孙书记 这茶啊 我喝了 味道是不错的 不过啊 就这点小言小会 没用啊 还是那句话 在签下租地协议之前 我们只能待在这儿 麻烦你啊 一直管大伙儿 好吃好喝 你还当鼻子嗆点了 你有完没完你 咱把钱拿回来以后 一起把账截了就得了嘛 是不是 谁也不得了 对啊 这些木槍里面 在这儿 行行 大家不着急啊 不管有什么事 咱都慢慢商量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大家喝茶喝茶 对了 你们打牌可以 但是不能赌钱啊 赌钱 这钱还没装兜里呢 警察就来了 不是不是不是 孙书记 领导 你走不走 不是不是不是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赶紧走了 要不然我进回来不急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你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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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胃口吗 夹壳肉 那就太好了 一时带来常见在外 相信很难吃到家乡的菜 大家一定吃好好 吃好好好 孙叔姐 咱晚上吃点啥菜 晚上我建议大家就 吃点清淡的吧 可能大家还都不知道啊 在咱们村的这个有机菜里头 我来了之后啊 又开发了一种高端的品牌 就是以咱们这个食材花园命名的 高端有机菜 这个菜在市场上 供不应求 这样 既然大家难得回来一次 今天我就不往外供应了 晚上就专门做点清淡的给大家 品尝一下好不好 好 好 孙叔姐 咱以后每天都这待遇 行吗 就行 行 没问题 好嘞 来 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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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都无精打采的呢 来 孙光明让步没啊 天天好茶好饭地伺候着 这能算让步吗 这哪是让步啊 是陪你们耗着呢这是 可不是吗 我们在那股仓 都没俩闹他烦了 那孙书记吧 还真挺有本事的 就他那个什么 高端有机菜 食材花园 对对对 就那个食材花园 就那个菜你别说 还真的挺好吃的 口感好 这在城里一般吃不着 海青绿啊 那茶口感确实是不错 我都得喝上瘾了 回深圳的时候 得多带上 我说桂宇啊 你是带着大家去斗争的 怎么还喝茶上瘾呢 我本来就耗这口 就因为这个呀 我在深圳 还专门去茶楼打过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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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是在怀柔你们 拿软刀子磨你们的斗志 我说你们是不是忘了 回来干吗了 没忘 咱们是回来租地拿钱的 大家都打起精神的 就是啊 咱不能让那孙光明 挡了咱们的财路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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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门茶 喝吧 好渴了 不对啊 啥不对啊 这味不对 这不是海青茶啊 这一天天的 给你们供吃供喝 怎么还挑三拣四的呀 不是 徐经理 麻烦你了啊 给我们画点海青茶行不行 对啊 对啊 不好意思啊各位啊 这个 我们古仓海青茶的存量有限 之前的都被你们给喝完了 没了 那也没办法了 坐我喝吧 来 这样 我呀 正好现在打算去趟海青村 要不你跟我去那儿喝 那儿的茶更新 而且我可以带你去看看那儿的 制茶流程 来来来 坐 我给你泡茶喝 桂鱼啊 海青茶呀 不光茶好 连水 都是从山上打崴的泉水 这么讲究 十分茶 七分水吧 你以前你也卖过茶应该知道 茶经说 汽水 山水为上 河水次之 井水为下 这桂鱼啊 你知道 为什么 因为 这茶 跟这水 同根同源对不对 没错 同根同源 茶既以水方显其味 就像咱们这人 和脚下土地的关系 来 尝尝 真是香啊 你再看看这茶园 美吧 确实是太美了 这可都是上百年的古茶树啊 经历了漫长的光阴和风吹日晒 年复一年 就这么顽强地扎根在这片山地上 这真的可以说是生命的奇迹 所以桂鱼 你觉得这么好的古树茶 全把它毁了建什么大山庄 真的一点都不可惜吗 孙书记 大农庄的规划图我看过 光在纸面上看板也不觉得 但是今天坐在这儿 亲眼这么一看 倒是真是觉得有点 桂鱼啊 你是在这儿生 这儿长的 而且你在大城市里也见过市民 所以今天你跟我说句心理话 你真的觉得张子昊这个大农庄计划 他适合咱们村吗 我也说不好 不过书记 如果按着您的思路 那咱们村也是很难迅速致富的呀 迅速致富 可是像这种迅速致富真的好吗 我们为什么要急着赶着地去发财呢 而且他这种一锤子买卖就真的好吗 我就这么说吧 大家都觉得呀童年是最慢的 可是人能记住的 恰恰是童年 因为我们在这个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 能够记住成长的细节 如果按照我的规划 的确咱们村子的发展会慢一些 可是我们一年一年干 一步一步稳步向前走 我觉得远比这个毁掉全部的自然生态 换来的迅速致富要强得多 孙叔军 实话实说 留在村里的村民 他们可以啊 种菜 搞民宿 搞旅游 他们可以在你的规划当中得到利益 是 钱虽然真的慢一点 但日子过得踏实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像我们这些在外面打工的 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递在你们手里 你们就永远有一个看得见乡愁了 莫得着童年 在外面打拼累了 随时都可以回来看得见了骨香了 被老虽然就这么不一样称 对 其实是从不一样称吧 公图和并不一样称 这一句是一句话 都不跟谣不一样称 你怎么会在哪里 怎么会在哪里 那你你什么mal 我消蜡 你怎么看得到 那要不清楚 可以 我俩就有这些 非要逼着大家伙 跟咱们一起把地都租出去 这对那些 想把地留在手里的乡亲们 也不公平啊 毕竟是他们 还要继续在这里生活 白天啊 孙书记带着我去海青村的 那几百亩古茶厨了 说实话 现在像那样的古茶数据很少了 那个地方 不仅能产出像海青那样的好茶 而且那风景太漂亮了 是很好的旅游资源 孙书记他劝我 别做一锤子买卖 他说应该把这个 看得见乡愁 忘得着童年的故乡保留下来 主任 继续说 说得挺好的 什么意思啊 打退堂鼓了 再坚持几天 再坚持几天 那些官旺的人就站到我们身边了 到时候你们合同一签 就拿钱走人了 主任 我们 不想再折腾了 你们行 我们真行 来 你 那我们今天就你自己啊 他们不来了 怎么 不长期霸占我们骨仓了呀 多没劲啊 欢迎来这 坐坐坐 你们都去忙吧 坐 好 孙主席 我今天来 先跟您商量一件事 你说 咱们深圳地区 有没有海情茶的孝顺代理啊 没有 其实咱这茶呀 压根就没开始推广了 没事 你要是怕回到深圳喝不着啊 早的时候我给你多带点 茶我肯定会多带点 我吧 我想做深圳地区的销售代理 销售代理 那个徐薇薇啊 泡壳茶 你在那边有 智商区道 当然有了 我以前在深圳啊 茶馆打过工 本来就有一票子茶友 他们每天啊 就在这朋友圈里 交流很多茶的信息 然后我那个老板呢 他的茶友就更多了 这些人啊 不只是喝茶 他们还收藏各种好家 我就琢磨着 我想从 扔上感情 然后再慢慢地开拓 深圳地区的市场 归于你这个想法 好好好 真的 你放心 我会全力支持 咱们争取啊 一起努力 咱们把这个茶给它推广出去 不过我可是有个条件呢 我的条件呢就是 你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个茶 卖出个好价钱 因为你知道 咱们这个茶呢 毕竟是产量少 而且耗时费力 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 得卖个好价钱 咱才能对得起这些 茶农茶工们的心血 这个没问题 不过呢 我也有个条件 你说 你得答应给我 百分之十五的 销售代理提成 我保证给你卖个好价钱 怎么样 我给你二十 孙叔姐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李淑瑞 你怎么样 多少货报名 四十七货 四十七个 占百分比呢 百分比 百分之三十 这我就不明白了啊 李淑瑞 我现在开出的 可是天价啊 而且我现在已经冒险 跨过投资收益比的红项 那怎么还百分之三十啊 还不到 那你们村里的人 到底怎么想的呀 都跟钱有求吗 不是 它可能是个过程 大叔 我听说 从外面打工回村的人 我听说 从外面打工回村的人 不少前两天已经报了名的 这两天又把报名撤回了 张总 张总 这事我解释一下啊 我之前呢 是叫一个桂雨的人 组织一帮人去占领这个补仓 但这帮人去了以后呢 反而被这个孙光明给洗脑了 但是你放心啊 这个事还在掌控之中 你放心 我一个一个找他们去谈 没问题的 闻快去 你不用这么支支吾吾的 你就痛痛快快地说 很简单 我找你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分解决心 你说我这么好的大农方的规划 又开出这么高的天下 那这个土地签约 怎么就进行不下去呢 郑洁在哪儿 那好 那我就斗胆 说四个字呢 你快点 所托非人 什么意思 这个人 分量不够 他不行 那谁分量够 你分量够吗 我非常想够 但是我真不够 够的人是谁呢 二叔 哪个二叔 老赵家的二叔啊 赵玉珊哪 这是咱村里的这个无冕之王 一言九鼎 如果他要是点筒答应 你这什么大农庄计划呀 足底签约 哪是顺顺利利 平平坦坦地往前推进 什么关键 那你跟这二叔什么关键 志气 也就是说 我是他要培养的 下一个接班人 好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大农庄计划里的核心成员 交给你个任务啊 好 拜拜 孙师姐 简 找我有事啊 没啥事 你说 自从这个张子浩的大农庄计划一推出 咱俩还真没好用做下来 说说话 改天吧 今天我想去找二叔吃个饭 喝两口 那个什么 那个孙师姐 正好 我也很长时间没见二叔了 我跟你一块儿去 走走走 走吧 好 那走吧 不是 谁让你随便进地里来了 菜地不能随便进吗 能随便进吗 你跟弟打招呼了吗 你跟这个菜打招呼了吗 你把我的菜苗都吓坏了 你知道吗 来来 出去 二叔 您别逗我了 我跟他们打招呼 那他们能听得见吗 他们又不是人 我看这菜呀 比你更像人 来 赶赶快 赶紧出去 跟菜苗打完了招呼再进来 二叔 张总是咱们村慧客啊 那不懂你那规矩 没关系 这回算了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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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让我打招呼 那不就打呗 那个 蔡苗啊 蔡弟 你好啊 我是张子豪啊 请你们高抬贵手 我要尽一下贵宝帝 好不好 不要吓着 好吗 这手机啊 二叔 这手机啊 怎么办啊 你看啊 马上也到了吃饭的点了 我这带着家户事呢 给您做几个菜 咱有点脸边吃边聊 你看你们这诚意 光带家户事 菜呢 你还没看见啊 这弟弟都是菜 也是啊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是个户外用的小炉子 这是 这是气儿吧 这是气儿 是不是越来越方便了 我我 李主任 我都困了 你这鱼还能不能抓着呢 有点 有点尴尬 二叔 李主任这云够呛 抓到了 徒手抓鱼的童子宫都废了 你现在是越来越没有用了 二叔 我上回抓鱼都是二十年前了 他说您这是要钓鱼吗 没有鱼线的 闭嘴 就这一条吧 有点意思 行了 二叔 可以吃了 可以啊 来 好嘞 先喝喝了 您先尝尝 尝尝 四大厨子 你这行吗 什么调料都不放 连个蘸链都没有 谢谢你的提醒 用不着 是吗 嗯 好 来 好好好 再配上口酒 知道为什么可以不用调料了 不知道 我们村的水库水质好 水温低 这鱼呢 就是吃水草 吃虫子长大 所以啊 煮好变香 才将这青菜 你看 因为这是二叔亲自种的 纯天然有机菜 不用调料 自然鲜美 听着就行 嗯 孙叔姐啊 厨艺上 我确实佩服你 同样的菜 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谢谢二叔官家 这事啊 还得分个先后 得说是您这菜 种得好我 才能做出好味道 来 再敬您一杯 孙叔姐啊 我刚才让你们进菜地 跟菜表打招呼 这有点老农民的 神神道道的 你别介意啊 二叔啊 说心里话 我不光不介意 我真是还是 佩服您这个举动 敬畏土地 珍爱生灵 这才是咱农民的根啊 好地种好菜 首先是咱们 后世故村的地好啊 您说这话 我特别爱听 所以今天 我不光说 带着家务事想 跟您吃个饭喝个酒 我就是想来问问您 这么好的地 咱为什么不留在自己 手里种呢 咱为什么要一锤子买卖 打包卖给别人呢 这是能包出去吗 能都卖的 孙叔姐 您这话把我问出了 我心里还真是有些败难啊 二叔 我 我觉得这个时候 您千万不能有偏心 我可是拿着大把大把的钱 我是诚心诚意地 想要投资咱们的农业 造福咱们的后世沟村 让乡亲们 真真正正受益的 我的诚意 您应该能看得到 您的诚意 沙师傅有给我看过吗 问题是您也不给我这机会啊 您看就像现在 我们俩只能在这儿干债 您连双筷子都不给我 来 坐 坐 坐下来 好 谢谢 来 坐 来 一会儿吃吧 谢谢 谢谢书记 按说我一老农民吧 应该约你这边的零 可是往另一头想呢 你说我这好地留在手里 干啥的 也就是这么咱们 跟我们猜到那下面 我去看看 好多件事 我去看 呻吏 我最后 那个没有变得 这不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